外媒平阿根廷历史最佳球员,肯佩兹第四,梅西第二,第一无全面这些年的世界杯赛场,几乎就是南美双雄对抗欧洲列强的故事,亚洲、非洲和北美洲的球队,只能出场打打酱油,能够打进八强,就等于烧高香了,最近四届世界杯的冠军,全部被欧洲球队包揽,南美球队上一次夺冠,还要追溯到2002年的巴西队, 不过对于阿根廷队来说,上一次更加久远,在遥远的1986年,和巴西队一样,阿根廷的足球,一样是星光璀璨,当今梅西、伊瓜因、迪巴拉、伊卡尔迪、迪玛利亚等人,依然是各大豪门中的绝对主力乃至大腿级的人物,近日,国外著名网站都对阿根廷的球员,进行了一个排名,同时选出了历史上的最佳球员。 大家熟悉的战身巴蒂斯图塔,排在了榜单的第六位,巴蒂总共为阿根廷出场了72次,打进了难以置信的56个进球,在梅西打破这一纪录之前,巴蒂一直都是阿根廷的历史最佳射手,巴蒂在世界杯上还打进了10个进球,是唯一一个上演过两次帽子戏法的球员, 虽然没能带领阿根廷队再次捧杯,但巴蒂在阿根廷球迷心中的地位,依旧很高。 肯佩斯排在了第四位,在马拉多纳之前,肯佩斯就是阿根廷最大的英雄,同时也是老马的偶像。 1978年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,阿根廷队,历史性的捧起了大历史杯,肯佩斯总共,打进了六个进球,成为球队捧杯的最大功神。 在同荷兰的决赛中,肯佩斯没开二度,现在科尔多瓦的最大的体育场,以肯佩斯的名字命名,梅西排在了第二位, 卫国再次带来一座世界杯,一直困扰着梅西,2006年初登世界杯赛场,到2018年再次隐恨,已经走过了十二个年头,梅西目前已经为阿根廷打进了六十五个进球,成为队市第一射手。 2014年,梅西曾经离冠军是那么的近,离风神只差一步,虽然没有世界杯,但梅西已经足够伟大,如果没有梅西的出色发挥, 也许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,阿根廷都不一定能参加,2022年,梅西就将35岁,也几乎是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,祝福梅西,马拉多纳毫无悬念排在了第一位,说起足球,全世界球迷广泛承认的,只有两位球王,马拉多纳就是其中一位,1986年世界杯,马拉多纳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一个人的世界杯。 五个进球,五次助攻,并不能代表马拉多纳的贡献,那种不服输的精神,才是感染全队的精神力量。 前十名中的其他球员,雷东多排第十,拉布鲁纳排第九,帕萨雷拉排第八,菲洛尔排第七,西沃里排第五,迪斯蒂法诺排第三。 在你的心目中,前五名应该怎么排。